为了争取地方重大建设需求 秀林下面代表会的主席洛艳林 北上向立委淳宁 争取地方重大建设 包括了大型体育馆 还有秀林乡公所大楼重建案 以及专属文件站活动空间 来反映民意 立委淳宁表示说 会全力支持地方建言 共创美好的幸福秀林 秀林下面代表会主席洛艳林上任之后 听取地方建言 由于乡内拥有许多运动赛事和活动展演 常常要借用其他乡政事来办理活动 另外秀林乡公所大楼新建的经费 若云日前前往立委淳宁办公室 说明并且争取地方重大建设 自从我当上主席以来 发现到秀林乡缺了一个行政大楼 还有室内体育场的一个问题 那这次北上到台北立法院 找陈寅委员帮忙我们秀林乡 请陈寅委员帮我们秀林乡找经费 让我们盖行政大楼以及室内的体育馆 另外针对文件站场地使用的问题 也提出多项建言 希望圆明会能够了解地方的新生 最近也发现到一个文件站的问题 在圆明会的部分规定文件站的位置 必须是要在公部门的地方 或者是教会的用地 那因为地方有很多的问题 造成没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些位置 常常要跟民众争地方 所以这次上去台北也请陈寅委员 帮文件站找个家 希望圆明会能够修改一下 那个文件站的条件 让位置能够在私人的房子里面 或者是放宽其他的一些规定 让文件站有一个非常适合老人家用的地方 秀林乡美代表会主席陈寅表示 上任之后 每一天认真的在代表会委员服务 当中也听取地方名墨 协助秀林乡公署来向立法委员成員 寻求争取经费 解决地方相关事务 四年当中 他也会和秀林乡公署共同来合作 来共创美好新秀林 这个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